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584集 季林唯唯诺诺的,没啥举个断立 宁艳凡听到她说要怎么偿还于奶奶的人情,忍不住多嘴 那个时候,你奶奶两次病危,都是她借钱给你父亲的 季怀心有没有还钱,宁艳凡不知 反正这不是一般的人情 于家豪富,于奶奶本人又仗义舒财 同学中受于奶奶恩惠的不少 宁艳凡让季林去琢磨,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于奶奶 因为宁艳凡不是季家人,她永远只能给季家人建议 季家人听不听,老先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办法是给季林讲了,还和季雅说过 可谁又完全照着她的办法做了 不是聪明人不怕,最怕是自作聪明 看看于奶奶家,鼎盛时,小半个商都城都是于家的地皮 说没了,也就没了 季林还是觉得,季家能吃一辈子老本吗 事件的规律都是不进则退 季林氏既没有和汤魂达成和解,也得罪了周家 用激将法拿住了一个年轻女学生就是聪明吗 周家就算按照赌约不对季家下手 对季家的厌恶只会多,不会少 明明是能化解的 季家非要把事情越搞越严重 不交朋友只会添敌人,路越走越窄 明彦凡和季林说话有点敷衍 他想着,这老太太来了京城 怎么也要见上一面 找不到于奶奶,联系夏小兰同学也是可以的 汤市长的形成又有变化了 杜赵辉的脸色,也不太捧得住了 他也是多种形象转换自如的人物 能在杜家好好生存 还要讨杜真荣的喜欢 杜大哨的心机绝对不浅 谁要以为他是个花花公子 顽固子弟而轻视他 谁才会倒霉 小杜先生,您看领导 这实在是公务缠身 等领导回到彭城 我第一时间转达您的意思 汤洪恩推迟回彭城的时间 彭秘书也管不到 四季小王都知道是领导的私事不能问 难道彭秘书还要去当愣头枪 汤洪恩这边是赶巧 杜赵辉却以为汤市长故意拿巧 受到这样的怠慢 杜大哨心情之恶劣 可想而知 民省的损失也传回了香港 走私那边之前并不是杜赵辉直接负责 杜真荣对亲儿子和便宜大舅子刘天全 各打五十大板 杜赵辉疑心是刘天全倒鬼 他已经不想再等 汤洪恩不是在京城开会吗 他就追到京城去呗 从市政府出来 杜赵辉就嘱咐助理去买两张机票 大军 跟我去一趟京城 夏大军爽快地硬了 杜赵辉脸色阴沉 几个跟班 有一个跑来压低了声音 大少 民省那边 有一个兄弟逃了出来 现在人在刘天全那里 哦 这样啊 那我就要去看望一下刘家舅救了我 刘天全住的地方 杜赵辉还是第一次踏足 逃出来的人找刘天全是正确的 杜赵辉现在是鹏城的投资民 明星和政府来往密切 怎么能沾上这些脏事 杜赵辉觉得自己中了刘天全的暗算 刘天全何尝不是这样想 两人都觉得被出卖 刘天全对杜赵辉也恨得牙痒痒 逃回来的人马仔 钟爱大麻 人瘦得像鬼一样 这家伙水性好 趴在礁石在海边泡了一天 才摸上岸 背上挨了一枪 伤口肯定是炮坏感染了 刘天全让人给他打了好多抗生素 这种枪伤在内地的医院没法治 命大的话能撑过去 命不好就没办法了 出来混的就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混出头的像杜赵荣那样 洗白上岸当大佬 混不出头那就是烂命一条 刘天全的胖脸上都是关心 杜赵辉比他更灰眼 弯腰把马仔按住 你不要乱动 好好养伤 你替杜家办事 杜家不会亏待你 我马上安排人送你回香港 只要不死在路上 回香港活下来的机会的确大很多 马仔很是感激 大 大少 是我们没用 马仔把刚才对刘天全说的话 又讲了一遍 杜赵辉心想 怪不得查不到 原来行动的根本就不是当地的警察 马仔说自己看清了对方的样子 当面一定能认出来 杜赵辉没太当一回事 这不是一个人在针对他们杜家 民省谁有本事把诸多走私者一起横扫 黑吃黑也不是这种吃法 吞下肚会消化不良 这只能是官方的行动 不是民省的而是其他地方调过来的警察 或者就是军队 杜赵辉眉头皱着 干走私利润很大 杜家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 杜赵辉也没觉得自己是经商奇才 彻底放弃这些生意 除非内地的正当生意能赚更多的钱 那你好好休息啊 晚上我派人送你回香港 人也不是全死了 只是被抓了 这个消息杜赵辉还是能查到的 不管是不是民省的警察 对方掌握的情报太精准 杜赵辉对刘天权的怀疑没有减轻 刘天权也是同样的想法 杜赵辉星星作态 刘天权恶心的想吐 杜赵辉之前牛皮吹的挺响 要和汤市长开什么研讨会 转眼汤市长就离开鹏城 这么多天也没听说回来 给杜大少的这个下马威可真够大的 有那么一瞬间 刘天权很感激汤市长的铁面无私 杜赵辉扯动嘴角 这就不用你关心了 民省那边一直都是你在管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就想想自己把自己收拾好 突袭走私集团 只是陆军学院的一次考核行动 周成受了点轻伤 还有其他队员受伤的 双方都是拿热武器在战斗 不受伤不可能 幸好周成领着的队员有伤无王 行动很成功 抓到的人 他们移交给了民省这边 按理说就没有周成他们的事了 周成觉得 上头调他们来民省 可能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考核 为什么以前的行动 总有走私者跑脱 周成觉得不是能力不足 而是有人扯后腿 这才把他们这批 和民省全无关系的学员调来 一下子就抓到了大鱼 也是巧合 抓住的是征荣集团 周成预感到这事不算完 果然 他们离开民省后 没有直接回京城 而是到了彭城一带 这是把他们当成海关机司的突击队才用啊 这是把他们当成海关机司的突击队